今年非常紅的,叫做Crypto Tape 好,首先我等下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首先先開啟你的瀏覽器 然後打上 Crypto Tape 我有打錯字了,沒關係 按一下 然後找到這個Crypto Tape FreeBitcoin Mining 那你就會跑到這個頁面 然後點這個Browser 它本身其實就是一個瀏覽器 那點下去 之後 我們按這個DownloadCrypto Tape Browser 那按下去 同意 然後就按安裝 那我剛剛這邊其實已經有安裝了 所以就 先跳過這個步驟 不然要安裝超久了 大概要5分鐘 就等一下 好,那我們就來安裝吧 其實我在另外一台電腦也有 那這個 筆電方便 操作給大家看 那我會分享這影片是因為我已經成功出現3次 那已經確定有到我的虛擬錢包裡面 所以如果擔心就是拿不到錢啊 或是這個網站可能是詐騙 其實都可以放心 上網的話 蠻多教學的 那今天只是跟大家介紹一下 要怎麼去安裝這個軟體 好 那這個已經安裝完成 那我們按兩下 那它就在下面開始跑 那其實平常你也不用做些什麼事情 你就 只要 電腦不關 然後 它的這個瀏覽器開著 那使用習慣都跟你日常一樣 好,那我們按打開 按安裝 關掉 跳出來 看一下 那它這個介面 你會發現 完全跟Google是一樣的 那你一樣可以在這邊 去上網 Facebook 什麼都有 就是操作業餘一模一樣 那我們今天主要 跟大家介紹 去網況 那按進去之後 可以右上角這個 那這個是 這個是我老婆的帳號 那這個是主要 大家的一個Dashboard 主要一個 手頁 那這些 這個數字呢 是你 它用 你電腦的 運算能力 去幫你挖的 比特幣 那這邊 可以看到你的速度 那我現在是因為 在房間裡面錄 然後我用Wi-Fi 所以它的速度 非常的慢 不然我有一個桌機 可以達到大概 100多 我甚至 上次看到有人 它的 速度有到 400 500 那當然就挖更快 那這邊都可以去調 自己想要挖房的速度 那當然比較建議桌墊 因為筆電 筆電 它比較有 容易會吃那個 顯示卡 記憶器的問題 那 就是 比較容易過熱 所以比較建議桌墊 好 那 可以看一下這裡 右上角這邊 可以看到你的資訊 像第二個呢 這個是你 已經挖 挖礦挖到的 數字 那 目前有 這些 比特幣 小數點後面都稱為 衝 所以 像 這樣的話 是 這樣還很少 對 因為我前幾天才幫它出金一次 然後另外 還有一點就是 如果你要出金的話 肯定在問這個問題 就是 如果 達到出金金額了 那要怎麼去 要怎麼去出金 在這個網站上 只要是 0.00001 比特幣 你只要挖到這個 數字 那你就可以出金了 我前幾天已經出過一次 現在是188 所以只要達到這邊是1的時候 就可以出金了 那出到哪裡呢 推薦大家 一個 錢包叫做 比特 X 叫比特 這邊 比特 那 點進去之後 就可以去登入自己的 帳號啦 好 這樣就可以登入 好 那這個是我其中一個錢包啦 我還有其他的 那我主要呢 我老婆的帳號 就是 比特幣就是轉到這個錢包裡面 那怎麼轉呢 當你達到這個數字的時候 我剛剛說 達到這個數字的時候 他這邊 可以打上你想要轉的金額 跟你的地址 那錢包地址這邊看 我的錢包 錢包地址 那這就是比特幣的錢包地址 你把這一行 就是按 複製 複製 拿到這邊 有一個 叫你貼上地址的地方 按貼上 就可以轉帳 就這麼簡單 那大概 我平均 如果要 因為比特幣他處理速度比較慢 大概要 一天 左右 你就可以收到點很特別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那另外呢 這個網站 如果你想要挖得更快 因為現在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時機點 因為這個是今年3月 還新推出的一個 瀏覽器 挖礦瀏覽器 那現在還沒有太多人在使用 所以 這是蠻好的機會 所以如果呢 你可以看一下官網介紹 好 這裡 就是如果你用你自己的分享連結呢 去分享給你一些朋友 就是你朋友如果點你的連結 然後來註冊 這個網站的話 你就可以達到 它就會有一定的比例 去回饋比特幣給你 那跟你的朋友 對 所以其實會累積越來越多 那你所有的 交易紀錄 都是可以在 這邊 Patterman History 查到的 那甚至你可以在 比特幣的區塊鏈 的一個網站上 可以查到你所有的交易資料 那都不會被刪除 今天先講到這樣子啦 如果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再問我